你渴望被谁认可 你就会被谁所控制 你就会活在那个人的眼睛里边 你会活在他的嘴巴里边 你想想自己是不是这样 告诉我是不是 你是不是会莫名其妙地打乱自己的节奏 按照他的标准去行事 所以你要知道 当一个人说你不好的时候 你别太当真了 那是他的看法和标准 和你无关 当一个人说你好的时候 你可以收进来 但是你也别太当真 对吧 你不必为了维持他眼中一个好形象 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 没必要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说你好的人 也同样会说你不好 有一个叫小红花思维 大家知道吗 留意小红花思维 当我们寻求他人认可的时候 为了获得别人的一朵小红花 我们就不再是我们自己了 只要你不从自身之外去寻求肯定 那你才能够真正地成为自己的主人 当你真正强大内心富足的时候 别人冷落你 拒绝你 不回应你 我跟你说 你都不会上升到这种自我否定 和不被爱的这么一个层面 所以说 真正内核自由而强大的人 是我做的任何事 哪怕就是为你付出 也都是我心甘情愿想做的 而不是为了让你给我那么一朵小红花 我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为了取悦我自己而已 我不想控制你怎么说我 我不想控制你怎么去想我 那是你的事 我不控制 同时我也不想你的话 对吧 我不想听你的话 被你的三观所控制 你可以认为我不好 那是你的判断 我无需认同 尊重所有的声音 但只顺从自己